車主說他在節目裡面沒有看過我 基本上除了宋小弟之外 跟小雲之外 我們都很少被注意 找我的話就是我們就是比較直接 比較開朗 比較樂觀的 幹話比較多的 幹是一種美德 你看起來活像個流浪漢 沒有人會想賣車給你 歡迎來到中午車子多少 這冷冷的天 我們在新竹高鐵站 應觀眾call in 我們有一台20年的 BMW E8I 紅色的 EDITION M 這台很屌 選電尾門 加原廠又選8萬 空力套件 差在哪裡 回憶 側群 前後都還有 倒流的小翅膀 這個就真的我們買那麼多台 都沒看過對不對 對 待會我們看看 好啦好啦 那這一台只跑9000多公里 那我們這一台也是超速行情 車票量 好的少 我們就是加價 然後我們拍個影片 算在影片成本裡面 這台我們也是拼過眾多車商 所以我們來了 OK啦 那我們就等客人過來 那你行情還沒講耶 嗯 收購行情還沒講 我剛跟你說嗎 沒有啊 你沒講啊 正常20年呢 一定是跟這個版本 它正常的收購大概會在 115到120 但是如果你有其他選配我們就加價 要看到片尾就對了 對你要看到片尾 但因為你主持我們不想看到片尾 哈哈哈哈哈哈 滑了一下 請大家看他的片尾啦 拜託有彩蛋 有彩蛋 有彩蛋 因為這台就是代步性質 這平常是我老婆在開 我平常很少在開 那這個缺點就是三缸 低速的熄火起壁 例如說我現在在跟前一台車 塞車 還沒完全停 他就給我熄火 然後我要跟前車 前車走 趕快跟上去之後 瞬間騎到砰 闖一下 整個車震一下 可是講真的 如果你把它刷掉 就是正常行駛下來 其實跟四缸車 不會差太多 我覺得真的有差 我覺得 我開那A45真的 你那個A45可以換幾台 這個你 三 應該兩三台 兩台半了 兩台半跑不掉了 所以我覺得一分錢一分貨 所以這一台本來就是 我想買來當過度車 因為A45等了快一點 然後我就這一年內想說 買一台那種不要太貴的 但是不至於太難開的 對不至於太難開 結果它高速真的很好 我想說如果你建議在高速公路 你要超車幹嘛 至少你100到150這段 加速不會沒有力 這樣講好了 它140匹 我的感覺是 它開起來真的有140匹 它140匹 我相信它輪上馬力有140 我相信 因為我懂 你如果拿Focus 180匹 Cuga 180匹 當然它已經算國軟車裡面 比較好 最低的 它的180匹 我相信它輪上馬力 可能跟它差不多 因為它變速相徵了 所以人家說德式馬力是真的有差 它是7速 DCT 所以它是雙離二氣 所以它傳輸粉很直接 但是就是我講真的 我不知道是因為三缸 還是因為是 DCT 那個低速的時候 還是有一點 抖 震一下 一點點 然後還有一個是 你開冷氣的時候 如果你風量沒有開很大 開大概第一段第二段的時候 會有一個吸氣速度的聲音嗎 我的也會 所以這是通病 這是通病 這一代沒改善 這個就是 反正就是過渡車 我就買一個最入門的一系列 開 想說打算開個一年 然後玩一下 剛剛說你換車的原因是 這一台換掉 A45來啦 A45到了就換 跟它同質性實在太高了 大小一模一樣 功能一模一樣 當然這一台 講真的啦 我A45 我跟你講 A45最大的缺點是什麼 沒有電文門可以選 找位場改就好了 但是我喜歡買原廠間 這一點最討厭 但是它有電圍門 這一點就贏了 就有差 真的很好開 也就是說 它真的是很實用性 很好的買菜車 那ACC的部分 它的ACC的跟車 比其他車種跟得近 它的一格 你會覺得很怕 快撞到前車 它的一格 可能就是一台摩托車 再短一點點的距離 所以我建議 正常人用BMW的ACC 最好兩格一起起跳 那它 它 我不知道這樣算不算全速域 它是 30以上可以設定 30以上算不算速域 但是 它可以殺到停 例如說 我下交流道 前面殺到停 它就跟著停 然後其他開起來 我覺得沒什麼缺點 底盤會比較硬一點嗎 我開的感覺是 即使我調到 那個Eco模式 或Comfort模式 當然它應該都一樣 它沒差 其實你改模式沒有差 因為它的底盤 它的懸吊還是固定式的 電子的才會有差 它沒有電子阻力 但是過彎是真的蠻穩的 我稍微有時候開幾個高速 然後到山路 幾段山路 我就覺得 還抓得住 輕鬆血液 沒什麼問題 然後配18吋 225 40 夠用 夠用 都還夠用 油耗也還OK 因為像 換新的變速箱 油耗好很多 這樣講 我的平均速度是 現在是36點多 電腦上面的油耗是13.5 13.5 可是我高速公路 不是定數一把 高速公路大概都是 100-120這樣拍 算很好的 還有一點就是 你怎麼找到我們的 因為我是你們的 YouTube的粉絲 我也是你們的觀眾 我剛剛出門前 中午吃飽飯 才在看一個YouTube 就看到你們那個 馬士達2那個 一開始那個 狗裝飯出現 我想說 我是不是廣告還沒按掉 沒有耶 已經進入正題了 已經進入正題了 所以找我們 一部分也是因為 你有比加過 我們價錢應該 有比別人高 價錢 不錯 價錢真的不錯 然後車商都這樣 當然增加能見度 然後讓大家 願意把車付給他 或者大家去跟他買車 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資訊透明化 所以目前都已經是 完全都是沒有代步的狀態了 沒有 A45來就 我自己拍 然後還有另外一台是 凱硯褲配下個月來 下個月到 目前這個狀態應該不會在 短時間內不會再更動 凱硯褲配就是 家人使用 家庭再家人 在家人 因為我接下來出差 我三月要出差 回來之後 再隔離半個月 差不多 車就來了 我想說這時候就把它 把它處理掉 過幾個月說不定 又少個三五萬的 對不對 那根本就早點處理掉 OK 真的都貼 我們先看一下 好你換 看一下 哥那我資料跟你確定一下 來來來來 這貼子你沒貼喔 我不貼啊 這張很值錢耶 我有給下一個車主 好 這張你是最重要 這張最重要了 這個沒有差五萬 我這邊跟您說一下 買方的部分是寫公司名 後面是我業務個人名 帽子寒風高價收購 收購 滿意 現在這個畫面是這樣 帽子寒風 不然我們會滿意啦 好啦 OK 我們這台 20年的EBA EDITION M 還加M空力套件 就唯一代車群帥 好不好 收到了 這台車其實我們從新竹 現在開到 其實我們開了一段 我們就有測試它的 加速啊 ACC的功能 它雖然說是最入門 EBA算比較入門幾句 可是移動力來講 平靜度 還有它的ACC的跟車 的靈敏性 我覺得還不錯 你會覺得有 急煞或急加速那種感覺嗎 不會啊 因為你開得很慢 不是我開的咧 是他開的 我定速在開 你定速開了喔 我定速開 它算蠻溫和的 這一台因為它前車主 它加空氣套件 電尾門 然後全車包犀牛皮 喔對 它那個犀牛皮真的透出它的色澤 像紅色黃色那種比較鮮豔的顏色 如果你今天是加包膜上去 有一個光整度 它是更加分的 真的真的 對然後基本的 你像它這次改款的E系列 它的大燈的部分 不是像以前傳統做旋鈕 那現在都是按鈕式的 對然後全一金的儀錶 然後觸控 然後這個地方會有一個無線充電 比較特別的是 它新款的 B&N那邊有這個 卡片鑰匙 對對對 這比較特別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啊 那就像車主說 他在節目裡面沒有看過我 基本上除了宋小弟子 跟小雲之外 我們都很少被注意 如果你喜歡講話慢慢的 對那你就指明 你要去找宋小弟子 我OK啊沒差 找我的話就是 我們就是比較直接 比較開朗 比較樂觀的 幹話比較多的 是一種美德 它的EDITION M 我們回到重點 EDITION M 外觀的 基本的 M前後包 對然後還有的M方向盤 只是它是不是沒有撥片 你真的不喜歡撥片 為什麼 因為你切到S檔 PASS POPOS 我不相信你換檔會比那個 變速箱還要聰明 就像變速箱下面住了一個德國原廠計時一樣 在那邊幫你 有啊確實 因為我們有開120 應該跑過三個 你有開過你知道 真的很猛 對還有它的後座這一張 喔水 M的跑車椅 有沒有 M標會張 而且它雙前座都是電動椅 戴電動搖靠 對 之後好像會取消 不要說取消 缺晶片 缺晶片 可能會少掉 對我們今天 到很冷的心中 我們開場的時候說 這個車其實正常我們的收購價 會在115到120萬 我們講的是2020年的E8i EDITION M這個版本 如果是SPORT版 當然會再往下減 你知道我們收多少錢 加1萬 加2萬 加3萬沒有 我們主主加了5萬 M的空力套件 它就原廠就選了8萬 那加電尾門其實就選了3萬 這樣加加11萬 加個5萬合力吧 明明就是車主自己要加5萬 可是這個講了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算客製化的價格 我跟你講前陣子不是一個很紅的嗎 他說我這個車 改裝改了40幾萬 你怎麼只收這個價格 5萬的車改了40幾萬 它也不會變40幾萬的車 我們會加這個價 就是因為它都是原廠選配 到頂了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先到這裡 那有想了解自己車的價格 或者說車子有換車要出售的 都可以視訊我們官方LINE 那我們會以最快最快的速度回覆您 對 然後有想要了解我們今天新進什麼車 歡迎加入那個看我們的FB 還有IG的粉絲頁 還有最重要的 幹你們不配合欸 靠北喔 5字也忘記了 訂閱你的頻道 但是現在訂閱頻道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加價缺車 對 重點是我們現在 人家出多少我們加多少 對啊 對不管 反正不管 只要車漂亮我們就加嘛 OK 下次就是你耶 以後常會出現你 好 我跟你講等一下等一下 我這段車上要讓他解 Mark 以後沒有看過 說沒有看過我的 以後你會常看到 好不好 好 可以了 先到這邊 OK 掰 再一下 就好 可以了 按摩 好 曼